我现在说的喷灯应该是在这个外甲地的外面这里 然后我们这里打开这个电源 切认一下我们这个时间算是对不对 按照标准上面的话选择5秒钟或者是15秒钟 然后我们按下这个扶一键 把这个打到这个垂直箱这边来做测试 然后确保这些按键全部都是弹上的 然后我们直接按启动 观察这个产品的这个面线的标记线 如果是烧到第一条标记线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按一下这个暂停 它这个细燃时间T1的话就会马上定格在这里 细燃时间T2的话它就马上开始记录 迈连到这个第二条标记线的时候 我们就再按一下这个细燃天真 按然后它就这个时间也会定格在这里 然后到第三条的时候也是同的 按一下这个它也会暂停 然后就是说我们相对应的每个标记线 也要刷到多长时间都记录在内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测试 按一下点火 它现在刷到第一条标记线了 它一点火就马上刷到第一条标记线了 不行这个产品太薄了我们拿着 没事可以让它烧得了 没有太薄了你烧不了啊 一烧的话烧到这个这里 这点火就点到了太薄了不行 因为它产品的厚度的话起药了 让它起药起药起药 等一下再拍摆它 好